啊 自从老鬼我讲了CF的发展史之后 老鬼我的私信里每天都有粉丝来问 啊在 为什么不讲讲逆战呢 你是不是看不去我们家张杰 那怎么办嘛 我不怕了嘛 所以今天啊 我们就来讲讲逆战这个游戏 时间来到08年 伴随着CSOnline的上线 国内FPS娱乐游戏被分为两个字眼 一边是CF玩家 另一边则是CSOnline玩家 这个时候啊 玩家都一心想着把另一方给搞垮 这样自己的游戏就可以占领整个FPS娱乐市场了 但这个时候 阿长就有点坐不住了 之前我们也讲过了 阿长其实对于CS的看法一直都不是很好 他们一直觉得啊 CS迟早是要被CSOnline给超越的 如果我们早做打算的话 这一块的网络游戏市场就没有他们的份了 于是我阿长翻手套出了阿长FPS四兄弟 但是嘛 主角毕竟是主角啊 这四兄弟最终只有逆战的前身 TGame活了下来 这个TGame的看法上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他就是琳朗天上工作室 这个项目于08年立项制作 而这也是阿长第一次自主研发的FPS项目 阿其实一开始琳朗天上 就只是对标CSOnline的多趣味玩法 来开发设计类游戏的 他们认为啊 CSOnline的成功只有两点 第一是僵尸 第二是玩法多 阿这第一点嘛就很好解决 谁家还没几个画师呢是吧 而这第二点啊 他们给出来的解决方案就很有意思了 他们选择干 吃的你玩法多是吧 我就给你整更多的玩法出来 而那个时候正好赶上 CF外挂翻了 而且隔壁CSOnline已经没有东西搬了 阿这个时候TGame翻手套出自己的游戏 加上便捷的登陆方式 不少玩家都加入了封册之中 而且TGame还通过玩家投票的方式 来一起决定游戏的名字 这一下就让玩家感觉 自己从未喝一款游戏如此接近啊 改名后的TGame 以火力突击的新名字 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并且最先在FPS游戏中加入了前提系统 而让玩家装备的路 阿又多了一条 而游戏中增加了机甲战这一模式 在当时变形进到大火的时期 推出这个模式 那堪比是导弹炸小木牛 牛屁上天了呀 虽然当时基本上是机甲营就是了 而机甲战也变成了火力突击的标志 这就和弹拐的升华模式一样 而琳朗天上像是个狂鼠一样 像玩家这个小母牛看 跑出一个又一个的导弹 在官方资料片中显示 火力突击之后的更新 可能会出现太空战 和海战的新玩法 隔壁弹拐还在玩小吸引人 你就开始上天了 这谁定得住 然后他反死就是一件郭老师绝学 只骗过上帝 把海战模式给吞了 但是不要紧 火力突击的名声19很好 封策进行了一年之久 在2012年 火力突击正式更名为逆战 并且与张杰深度合作 推出同名歌曲逆战 这首歌是真地好听 相信不少玩家也和我一样 是听了这首歌才去尝试这个游戏的 但是更名号的逆战 真就一番风顺吗 2014年10月9日 相信这是很多玩家都记得的一天 琳琅天上工作室 正式与天美工作室 合并为天美工作室群 估计一提到这个 很多额场的游戏玩家 都会菊花一锦 因为天美在那个时候 只是一个首季端的自研工作室 虽然他们推出的 都是什么天天系列的小游戏 但耐不住人家挣钱了是吧 你看哪个项目拿到天美手上 不是赢收就涨一大跌的 而琳琅天上嘛 咱也不好恩狂 只能说他活动做的还比较良心 或者说没敢瞎狠手 所以对比就出来了 逆战原本就主打PVE 以娱乐性机枪的闯关内容 鼓励玩家玩下去 武器嘛 一时一时就得了 到合并之后人就变了 他们开始思考啊 说你们是不是低估了玩家的消费能力啊 给我出武器 有多强给我出多强 于是你会看到市面上 最逆天的枪械养成系统 但其实呢 玩家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现在我们只能说天美太贪了 原本买一只枪可以爽半年的 现在只给你爽一个月 这都不把玩家当人的行为 直接把逆战推向了深渊 林克和威克玩家通通退坑 于是看着每天都在减少的用户数据 项目中理所担任的 将其当成了游戏灭亡前的征兆 于是课金活动愈发强烈 铺天盖地的钞票公司劝退了最后一批玩家 而那批深爱着逆战的玩家也只会苦笑的 说出一些逆战比逆战还火的笑话来